第九节,神里微正,愣愣道,嗯,算是,换作你,你会怎么处理,奏晕了事,如此,我只是选择了你会选择的方式。 他转过头去,轻咳一声,似有些不被领情的委屈,他小声嘀咕道,我本以为这样你会更高兴一点。 神里看着他的背影微微有些愣神,但反映过他话里的意思,神里脸颊墨地泛红,他是在讨好他的意思吗? 高,高兴,他道,其实,是高兴的。 他默默垂下眼瞼,看着地面,软了素来坚定冷硬的目光,他心里的情绪像是海浪,一波涌上又一波退去,失了所有情绪, 但神里也知道,行指或许只有披上这层外衣,才能如此对他好吧。 他想让他肆无忌惮,又何尝,不是让他自在一段时日呢? 入了夜,神里还未睡,耳朵忽然动了动,他这几日听力敏锐了许多,听声辨味比先前更加精确一点, 他听见有人进了院子,约莫有四个人,但这虚浮的脚步声一听便知道,来着连武功都没练过。 神里躺在床上继续睡,行指的院子,在晚上的时候怎么可能没有防备? 果然,那四人还没走进主厅,忽闻两声闷哼,仿似是有两人已经倒下, 另外两人一慌,气息大乱,分开乱跑,一人冲进了行指的房间, 神里只得一声叹息,另一人则向他这边冲来。 房门被打开,神里眼也没睁,只嗅到了他身上的味道, 便猜到此人是今日白天遇见的那仗势欺人的王宝。 他喘着粗气,仿似被吓得不轻,但喘了一会儿之后, 他好似看见了床上的神里,慢慢靠近,带走到床边, 神里听见他咕咚一声咽了口水。 神里心下觉得恶心,睁开了眼,目光寒似冷冰, 映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杀气逼人。 王宝贝他的眼神害得往后一退,带反应过来, 立即道,美人别叫,美人别叫。 他见神里果然没有开口,心里稍安, 又道,你们竟是分房睡吗? 他做了误状,我,我是村长长子, 比你那只会打鱼的夫君不知强了多少倍, 不如美人你今日便跟了我吧? 你怎能与他相提并论? 神里开口坐起身来,声音清晰, 那岂止是云泥之别? 王宝一愣,呆呆地看着神里,听他冷声道, 本王活了千年,倒是头一次这么被人调戏, 这体验倒是难得,只可惜你尾时太苛逞了一点, 让本王想联系的心都没有了。 什么千年? 王宝呆正。 神里懒得再多言,静止站起身来, 挥手便是一巴掌,他如今伤势未完全恢复, 这一掌便另吸着力气, 但对王宝来说已是承受不住, 早上挨了行止那一拳,脸上肿未消, 神里这一掌静止将他打得左右对称。 王宝一声哀嚎,往后一退, 神里哪会这么容易放过他, 伸手便将他拽住, 却一个不留神抓了他的裤腰带, 王宝被拉着一转了两圈, 裤腰带交付到神里手上, 他裤子往下一掉, 两条腿便露了出来。 神里本不欲如此, 但听王宝一声惊呼, 美人怎如此性急? 神里嘴角一抽, 忽觉眼前一黑, 一张微凉的手掌附在他眼上。 背后男子一声叹息, 脏洞系,别看。 神里松懈了浑身力道, 放任自己已在背后那人怀里。 待到他放下了手, 屋里门大大开着, 诉说着去人的仓皇, 神里回头看了行止一眼, 这种情况,我可以应付, 不需要别人插手。 行止笑了笑, 我知道, 不过你可以暂时选择不能应付, 因为他会帮他。 神里垂下头, 没有说话, 其实, 他的身体已经那么去选择了。 第二日, 行止如往常一般, 早早起了出去捕鱼, 神里在被窝里睡到自然醒, 但睁开眼的一瞬, 他察觉到有点不对劲, 他看不见东西, 不见声音, 也触碰不到任何事物, 鼻尖没有嗅觉, 他想张嘴说话, 但喉咙却收得极紧, 他知道自己现在定然也是说不出话的, 味觉他更是无法验证 现在还存不存在。 他像落进了一个虚无的空间里, 里面什么也没有, 或许他现在被人杀了, 他也不知道吧。 神里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任由自己在一片黑暗之中沉浮, 他没有慌乱, 只想着过了这一天应该就好了, 可是这一天到底有多长, 现在是什么时辰, 他不知道行职有没有回来, 看见他这样会有什么反应他不知道。 天地间仿似只有他一人, 在虚无里徘徊, 像是永远也走不出去。 他开始心生畏惧, 若是他好不了了, 该怎么办? 若是从此以后他就这样了, 该怎么办? 他还有许多事未做, 还有许多话未说, 还有那么多的不甘, 他怎能在这里消耗余生。 神里想逃开这个地方, 他让自己不停地奔跑, 可在无尽的黑暗中,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跑, 他看不见方向, 看不见道路, 甚至看不见自己, 不知生死。 时间仿似过得极快又极慢, 他不知在黑暗里待了多久, 耳边忽然能清晰地听到一些声响了, 有人在唤他, 神里, 别怕, 我在这里, 别怕。 那人如此用力地压抑他的情绪, 但神里听出了他话语中的心疼, 那么多的心疼, 仿似要淹没他一样。 笔尖嗅到外界的味道, 他身上的海腥味, 还有一丝极淡的忧香, 是行指特有的味道, 属于神明的味道, 那么让人心安。 四肢渐渐恢复了感觉, 他知道自己被抱进一个怀抱里, 抱得那么紧, 像是在保护他, 又像是在依赖他。 他用力地抬起手臂, 回抱住他, 轻抚他的后背。 你一直都在吗? 他听见自己声音沙哑至极, 疲惫地仿似说不出下一句话。 拥抱更紧, 让沈里感觉骨骼都被勒得疼痛, 但便是这样的疼痛, 让他心里奇异地生腾出温暖极了的感觉, 我一直都在。 他在他耳边立誓一般说道, 我会一直都在。 沈里笑了笑, 那下次我就不会那么害怕了。 行指猴头一梗, 一时再说不出别的话语。 从那以后, 行指出门之前都要将沈里唤醒一遍, 确认他今天是不是能感知到外界事务。 初十两日, 沈里还比较配合, 没过几天, 沈里便不耐烦了, 待行指唤他的时候, 他只将被子一捂, 看得见听得见, 就是触觉没了, 没问题, 走吧走吧。 行指伸出了手, 便停在空中, 听见沈里均匀地呼吸声, 他哭笑不得地望着他, 看他今日这副模样, 谁还能想到他那日被吓成那副德行, 脸色苍白, 浑身颤抖, 手脚冰冷, 许是在他无意识当中, 才会流露出那种情绪吧, 行指想, 神里这女人, 若是有半分神智, 也绝不会容许自己, 做出那般脆弱的模样。 家里没食材了, 我便没做早饭, 我现在去集市买些食材, 不久便回来, 你饿了便先拿水把肚子骗着, 被子里闷闷地应了两声, 行指摇了摇头, 出了门去, 然而行指没走多久, 神里便醒了, 掀了被子躺在床上愣愣地发呆, 他觉得, 如今对行指投入的感情, 实在太多了一点, 多得几乎都不受他控制了, 他现在想的是, 等过完了这段时间, 便将所有情绪都收回, 但是, 真的能收回吗? 从未对人许以如此多的依赖, 神里有一种引火烧身的危险感, 他一声叹息, 再睡不着, 索性掀了被子, 下床洗漱, 然而刚走到院子里想打水, 呼吻几声清晰的动静, 神里目光一宁, 知晓今日来人, 绝非像前几日那个几个痞子, 一般无用, 他沉了眉目, 微微侧过头, 来者何人? 速速几道声响落定, 院子里分胎站了五名黑衣人, 王爷可让我们好找。 神里转过身去, 目光森冷, 盯着说话的那人, 将他看得打了一个寒颤, 那人立即冲旁边的人使了个眼色, 周围几人皆咽了口唾沫, 神里先前将浮生烧伤, 灭了数十名魔人与他们的同伴, 这事迹大家也都听过, 他在地牢中的惨状, 他们皆是见过的, 伤成那样的人, 如今四肢完好的站在他们面前, 难免让人心生惊惧, 众人一时皆不敢上前。 围守的那人一咬牙, 道,怕什么? 伏生大人说他如今必定未恢复法力, 不过费人一个, 此时找到了却不抓他, 你们都想回去受刑不成。 最后一句, 四次痛了众人心中的恐惧, 几人相对一眼, 刚想动手, 却听神礼一声冷笑, 你们主子可有交过, 形式不明, 切莫妄动。 几人心中本就没底, 被神礼如此一说, 更是一慌, 围守那人喝道, 他必定是在唬人, 动手。 左右也是死, 那几人心中一狠, 抬手引口诀, 一道白气自他们指尖一出, 慢慢在他们身前凝聚, 带着他们口诀一停, 但见那白气竟凝化为剑, 密密麻麻地向神礼扎来。 躲不过, 神礼知道, 他站着未动, 却在电光火石之间, 一道屏障末地在他身前张开, 白色的衣袍被撞击, 产生的风吹到神礼脸上。 尘埃落定之后, 行指稳稳地挡在神礼跟前, 面色冷淡。 对面几人愕然, 不可能, 他竟然挥手间, 便挡下了止水树。 止水树, 行指一笑, 你说的可是此书。 行指一阵衣袖, 极寒之气抵挡而出, 却让人看不见形状, 待反应过来时, 那围首的黑衣人 已经被冻成了一座冰雕, 连气也没多吭一声。 萧小之辈, 竟妄图习神明之术。 行指声色如常淡漠, 听在耳朵里, 却令人胆寒站立, 滚回去告诉浮生, 神行指, 他日必登门拜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双方请看, 敢做计划我的्我 耳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